一个一个排排坐打电脑 不过这可不是茶话台 而是 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诗题 透过麦克风 老师一一回答学生的问题 右边这块手写板就变成了黑板 无论是国文 听学还是英文 语话 每个人都得识项全能 他们就是生活上那么有缺乏 可是还可以就继续努力去参加我们的营队 然后就觉得很感动 就想要自己也来加这个活动 然后可以去接触他们 就是台东的小孩子 真的很需要我们去辅导他们课业上的问题 所以就加入了这个团队 那这是一个课业辅导 而且是平常的时候 所以非常强调纪律 负责任 还有准备的备课 这群小小老师平常得上学 复习功课一个礼拜五天 就得花一到两个小时 帮小朋友做课后辅导 虽然很吃力 不过他们没有任何怨言 从小朋友身上有没有学到一些 应该就是很单纯就可以满足吧 就是你可能就是教他们一点点东西 他们就觉得很开心 或者是你不需要用太多的利益的东西 然后他们就可以对你付出很多 每新闻真的报道 每新闻真的报道